今年3月3号来自世界各地500位高僧大德 将首次在纽西兰举办世界和平祈福大会 承邀您的到来 咨询电话092366810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导致中风 也就是脑促中的原因 主要是动脉硬化 血管狭窄 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异常等 如今越来越多研究发现 导致中风居然和饮食有关 有些食物会促进炎症的发生 增加中风的风险 1.中风的原因 缺血性中风 血栓形成 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是由于血栓形成或动脉周样硬化 导致脑部血液供应不足 血栓和动脉硬化 可能堵塞脑部的血管 导致脑组织缺氧和损坏 动脉狭窄 动脉狭窄也是一种导致缺血性中风的原因 使血流受到限制增加中风的风险 出血性中风 脑血管破裂 这种类型的中风通常是由于脑血管破裂导致大脑出血 原因可能包括高血压、脑动脉瘤或者其他血管异常 高血压 血压控制不当 高血压是导致中风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可能会损害血管壁 增加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糖尿病 血糖控制不良 糖尿病患者因血糖不受控制 可能导致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增加中风的风险 年龄和遗传、老龄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 老年人更容易患中风 遗传因素 有些人可能由于家族中存在中风病例而具有遗传性的中风风险 二、这些食物促进炎症 中风风险或会增加 高饱和脂肪食物 红肉 高饱和脂肪的红肉 尤其是加工肉制品 可能会引发体内炎症的反应 过量摄入这些食物 可能与中风风险增加有关系 全脂乳制品 全脂乳制品当中的饱和脂肪 也被认为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 选择低脂或非脂乳制品 可能更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高糖食物和饮料 糖分过多 过多摄入加工食物 甜点和含糖饮料可能导致体内炎症 高糖饮食也和糖尿病的发生有关 增加中风的风险 反式脂肪和加工食品 油炸食品 含有大量反式脂肪的油炸食品 如薯条和炸鸡 被认为可能引起炎症 并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当中的人工添加剂和高盐成分 可能引发炎症反应 选择新鲜天然的食物 更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高盐食品 盐分过量 过多摄入高盐食物 可能导致高血压 进而增加中风的风险 注意减少加盐量 并选择低钠的食物 酒精 过量饮酒 长期过量饮酒 可能导致肝脏损伤和炎症 与中风的发生有关系 保持适度的饮酒水平 对心血管的健康更有益 三 如何降低中风风险 健康饮食 多样化膳食 摄入丰富的水果 蔬菜 全骨类 坚果 和健康脂肪 多样化的饮食 有助于提供全面的营养素 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限制饱和脂肪 和胆固醇 减少红肉 加工肉 和高脂肪乳制品的摄入 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 减少中风风险 低盐饮食 控制食盐摄入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 减少高血压 对中风的影响 适度运动 有氧运动 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 比如散步 跑步 游泳等 每周至少150分钟 有氧运动 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心血管系统和血液循环 力量训练 定期进行力量训练 强化肌肉 提高身体的代谢水平 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的水平 控制体重 维持健康体重 通过均衡饮食和适度的运动 维持适当的体重 肥胖是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 特别是腹部肥胖 控制血压和血糖 定期监测 定期检测血糖和血压水平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高血压和糖尿病 是中风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遵循医生建议 如果已被诊断 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 遵循医生的治疗建议 确保血压和血糖 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戒烟限酒 戒烟 吸烟是中风的危险因素 戒烟有助于改善血管健康 和降低中风的风险 适度饮酒 如果饮酒 女性每日最多一杯 男性每日最多两杯 过量饮酒 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